美国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面临 被中国玩星球大战的局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高超音速武器这个东西啊 你看中国有 不仅是在2019年我们国庆阅兵上展现过 而且在外界认为 我们还有空机和海机两个版本 那俄罗斯呢 它也有 并且还在实战中用了 朝鲜前不久 试射了一枚火星16B 通过微星照片来看 这个速度可能达到了12马赫以上 那伊朗 曾经也说自己有 法国也宣称自己试射过 就连胡赛都说 哥有了 感情这玩意儿谁都可以有 就美国搞不定 那咱们说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为什么如此难产 空军AGM-183A凉了 陆军的暗影导弹系统迟迟不见试射 不少美国人都无法理解 他们明明有着强大的军工和科研能力 为啥就搞不定这玩意儿呢 南华早报日前报道 中国高超音速技术实验室的 刘军教授团队 在空气动力学报上刊发文章 认为美国用来模拟和分析 高温烧时的软件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导致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难以去的进展 这款软件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蓝力研究中心开发的 全球其他国家的高超音速风动测试都需要用到这款软件 也都是美国方面提供的 而中国呢 没有 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是因为美国它不让中国分享这张软件也不给用 对于中国那是完全封锁的状态 所以咱们中国自行开发软件绕开了这个缺陷 而美国却受到拖累 始终发解决高超音速武器里面存在的问题 所以有网友认为 说这样的文章刊发出来是在帮美国啊 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它不应该发表 这种担心还是有道理的 万一真的帮助美国克服了技术难题 制造出这类武器对中国来说也是重大威胁 那么这件事咱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中国有句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美国人可能自己弄不清 但不代表中国人不知道 尤其是我们有了丰富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实验数据和概念 一下子看出问题的端倪并不让人意外 但我们发表的内容真就是真相的全部吗 对于美国来说 这就是一个星球大战时的困境 当年冷战时期 美国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 大张旗鼓的宣传太空战争 好苏联上当了 结果在太空领域注入了大量的资金 却没取得想要的结果 现在美国就面临这个困境 中国科研团队发表这个研究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问题的全部还是问题的部分 是一个烟雾弹 将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项目注意力 引到其他方向还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声音太多也不一定是好事 虽然我们确实说不清 美国高超音速项目的真正问题所在 只是猜测 但这个时候 来自中国的一则推断的消息 一定会产生一些戏剧性的效果 不管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 要说美国陷入这个困境 也是自己活该 要不是他们抱着傲慢的心态 以及对中国的敌意 说不定还能和中国同行交流一番 至于我们这篇论文 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重视 现在还说不清 但是相信揭晓这个结果 不会花太多时间 我们就看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吧 我们就看美国接下来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